程翘翘,你都和慧心说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跟她说什么了? 程翘翘,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你给我装什么装?要不是你跟慧心说了什么,她会提出来跟我解除婚约吗? 走浩,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从头到尾,我都没跟你未婚妻说些什么呀 程翘翘,你觉得我会信你? 我程翘翘是那种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的人吗? 走浩,我说没有说就是没有说,不管你信不信 还有,你不要一出问题就过来找我,指定是你那位未婚妻非要给自己加信呢 程翘翘,慧心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那样的人了 走浩,谁给你的胆子这样想我的?你跟了我几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就因为我跟过你几年,所以我很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别忘了,一开始你对我使的那些手段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程翘翘的耳朵里头炸开似的 他一时之间耳鸣起来 前尘往事啊 倒是没想到这男人将他的坏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那好吧 就当是我找他说什么了 所以呢 你现在准备打算怎么处置我 是押我过去给他道歉解释呢 还是你扇我一巴掌替他报仇啊? 你承认就好 程翘翘,慧心他跟你不一样 他天性善良 我不希望你再去打扰他 也不希望你在他面前乱说些什么 他是我的未婚妻 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我会一世都护着他 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 我今天不跟你计较什么 但以后,请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苏浩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 你心里是这样看我的 我早就说过 我不喜欢你 是你固执地以为我在骗你 现在我只不过是说出了实话而已 是 是我成俏俏犯剑 是我傻到家了 才会喜欢你这么多年 苏浩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男人没想到 他的情绪变化得这么快 他那么用力地嘶吼着 单薄地身躯 因为他的怒气都晃动了几下 最后想要下意识地上前扶住的 阿浩 惠心 你怎么过来了 阿浩 我过来是想告诉你 你误会这位小姐了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他更没有告诉我 他喜欢你的事 任惠心是从来不撒谎的 他这样说 那真相肯定也就是这样了 邹浩 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 还在微微啜泣着地成俏俏 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退婚是我自己的主意 阿浩 你现在有出息了 在京都那么大的城市上班 身边一定不缺漂亮又有本事的女人 咱俩之间的差距 已经不是一点半点的了 我也自知现在配不上你 我看得出来 这位小姐很喜欢你 我也看得出来 她家境很好 能在你的事业上给你很多的帮助 阿浩 我们就这样分手吧 是我配不上你 惠心 我们的婚事是早就说好的 我曾号也曾对天发过誓 不管我以后混成什么样子 今生今世 你都是我唯一的妻子 可是阿浩 一切都已经变了 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阿浩了 程俏俏想她一定是疯了 才在这儿看着她们这样浓情蜜意下去吧 心脏那里像是被无数根针扎过似的 这两个人怎么还当着她的面撒起狗粮来了 这份狗粮吃下去 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扎得稀稀碎碎 疼得她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连着好几天都没消息好 程俏俏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她趁着自己还有力气走之前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浑浑噩噩地走回旅馆时 程修之和陶乐乐已经站在旅馆门口等着她了 俏俏 怎么又哭了 嫂子 嫂子 总好就是个王八蛋 我讨厌死她了 我讨厌死她了 已经是深夜了 小镇上的人都休息得很早 她这么嗷一嗓子 吼得周围的狗都汪汪地叫了起来 唉 真是拿她自己这个妹妹没办法呀 娇生惯养的 有些时候一旦是哭起来 就没节制 没完没了 程俏之烦躁地捏了一下眉心 她这个妹妹真是 不是一般地能做的那种 好了 别哭了 乖 咱们进房间去 好不好 嫂子 你对我真好 对我哥好多了 他只会对我黑脸 程俏之在一旁恶狠狠地瞪着她 陶乐乐原本以为进了旅馆之后 程俏俏会拉着她聊一通的 没想到刚一进房间 她就嚷嚷着要去洗澡 不知道是不是陶乐乐的错觉 她总觉得程俏俏没有她表面上那么平静 如是想着 她觉得自己的心地有些隐隐不安 程俏俏刚进去十分钟 陶乐乐就敲了敲门喊她说 俏俏 你洗好了吗 洗好了就快些出来好吗 我想多洗一会儿 嫂子 你不用担心我 我哥还在下面呢 你快去看一下她吧 说 她睡了 没有 她在洗澡 嗯 说 今晚我陪着俏俏睡了 你等一下是在开一间房还是 陶陶 我们不是说好了 今天一起睡在车里的吗 说能不能正经一点 俏俏现在心情不好 她需要我陪着 那我怎么办 我的禁欲男神 为了你的好妹妹 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陶陶 你休想涛 一阵的天旋地转 男人的吻就那么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自从两人第一次接吻之后 两人亲热接吻的时间真是越来越多了 陶乐乐有些招架不住了 许久之后 男人这才松开了她 我刚才瞧瞧的情绪有些不太对 我怕她想不开 说 我先上去了 今晚就陪我呀 女人 好不好 我的小涛涛 小太太 不行的 叔 乔乔那么难过 我不放心她 真他妈的后悔 让程乔乔从英国回来了 哎 陶乐乐心里倒是挺感激 程乔乔的 总感觉 好像自打她回来之后 她跟男神大人的距离 不自觉地就被拉近了许多 虽然这个距离是男神大人 时不时对她耍流氓 但是她能感到 两个人的心的距离更近了 叔 嗯 徐之 嗯 叔 你喜欢我怎么叫你啊 我都喜欢 陶乐乐一步一步地倒着走 她叫一声 男人就应一声 两人像是相恋了多年的恋人一般 彼此最想说的话 都在那份爱称里头 眼看两人就要走到旅馆内了 陶乐乐突然停止脚步 她飞奔着 朝着程习致的方向跑过去 男人敞开胸怀 将她抱了一个满怀 陶乐乐整个人 窝在她温暖结实的怀抱里头 双手还上了她的脖颈 娇柔柔地又喊了她一声疏 程习致将她放了下来 无声无息地望着她 好半天都没说话 陶乐乐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她 叫上隐了一般 又叫了一声 说 其实她心里很想说 大哥哥 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你 可是当着她的面 她又不敢说出来 自从上次对她说过我爱你之后 她就一直觉得很娇羞 不好意思在她面前表白呢 说 晚安 回到房间时 程翘翘翘还没出来 说起来 程翘翘好像已经洗了半个多小时的澡了吧 这时陶乐乐心里有些不安了 浴室里头显得诡异的安静 末了 陶乐乐的眼皮就开始突突地跳起来 翘翘 你洗完了吗 翘翘 她强迫自己平静地敲了敲浴室的门 她喊了好几声翘翘 可是依旧没有回应 她心里的不安正在不断地扩大 几乎是颤抖着双手 拿着备用钥匙开的门